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四节项目投资决策 首先来看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估计 先明确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构成 注意按照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 锁出投资项目寿命期的阶段不同 我们可以把投资项目现金流量分成三部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投资项目整个寿命期 它的构成情况 那么一个投资项目它的整个寿命期的起点 我们叫做建设起点 就相当而是企业为该项目花第一笔钱的实力 相当的投资项目寿命期的终点 我们就叫做终结点 比如说项目结束金融转入清理 那就是终结点了 接下来我们以投产日为节 可以将投资项目寿命期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所谓的投产日 顾名思义就是项目 竣工 结算 能够投入运营的那个实力 就好比会计商 大家知道 有些设备买进来 不能直接用 我得先什么安装调试等等 很麻烦 那怎么办呢 这个设备买进来 我是不能够直接计入固定资产的 结果快同意都懂 我得先计入再建工程 对吧 等竣工之后 再从再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好 那这个投产日就类似于把再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 那个实力 好 以投产日为节 建设期点 至投产日 这个时间段 我们称之为是投资项目的建设期 接下来 投产日开始 至项目的终结点为止 这段呢叫做项目的经营期 那相应的 建设期内发生现金流量 我们叫做初始现金流量 经营期内发生现金流量呢 叫做营业现金流量 以及项目在终结点上发生现金流量 我们称之为是终结现金流量 那就说投资项目现金流量 一共是包括这么三块 初始现金流 营业现金流 以及终结现金流 并且大家不难理解 说到投资活动 什么样的现金流量特征啊 那得是先花钱 再挣钱的活动吧 对吧 你得先花钱 去投这个项目 然后你才能获得 这个项目 带给你的现金流入 所以不难理解 初始现金流量当中 主要的是现金流出量 而营业和终结现金流呢 通常呢 都是以现金流入量为主 好 我们再明确这么几个规律 首先 这个初始现金流量 它可能是项目开始时 一次性投入 也可能是在几年内 分次投入 比如说 一些简单投资项目 像我买台设备 买来之后 直接可以用 那这就意味着 初始现金流呢 就在项目开始时 一次投入就完了 但是 有些大型的项目 比如说 不是买台设备那么简单 我得建个分厂 我得先盖厂房 等厂房盖好之后 再按生产线 再调试 然后才能够开始运营 那在这种情况下 建设期可就不是零了 那如果项目开始是一次性 投这个初始现金流 那建设期可以是零的 但如果是几年内 分次投入 比如说先建厂房 再建生产线 那么建设期 它就不见得是零 再有 各年的营业现金流量 通常的我们都假设是在 各年年末 一次实现 以及 终结现金流量 它是在 最后一年年末来发生的 也就是说 初始现金流量 它可能是一次性发生 可能分次发生 营业现金流量 往往都是分次发生 因为 一个投资项目 它的经期肯定不止一年 所以说 它能获得多比 营业现金流量 而终结现金流量 通常都是一次性发生 就发生在这个项目的 最后一年年末 接下来 我们所说的 各年的现金流量 其实呢 应该加个字 更确切一些 应该指什么呢 现金净流量 什么意思呢 是指 该年的现金流量 跟该年的现金流量 二者相提之后的 这个现金流量净合 而且注意 按照货币时间价值观念 不同试点上的现金流 是不能直接相加相减 相比较的 所以说 我们计算 现金流量净额 怎么算呢 必须是同一年的流入 减去同一年流出 得到的是 该年的现金净流量 不同年份的流入 和流出之间 不能够直接去减 这个观念 大家不难理解 再有 咱刚已经谈到了 投资项目的现金流 往往都是 先发生现金流出 再获得现金流入 所以说这个初始现金流量 通常呢 表现为是现金的净流出量 或者说初始现金净流量 往往呢 都是复制 对吧 流出会比流入要大 而这个营业现金流量 和终结现金流量 往往呢 都表现为是现金的净流入量 换句话讲是 流入比流出大 也就是说营业现金流量 终结现金流量 他们的现金净流量啊 应该表现为是正值 也就是说 从一个投资项目的整个寿命期来看 它的现金流量分布的状态是这样 先是负的现金流量 然后转为正的现金流量 一直延续到项目的寿命期结束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初始现金流量的构成 一共是四个方面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 包括固定资产购入或建造成本 运输成本 以及安装成本等等 接下来 营运资金电制 指的是 投资项目形成生产能力之后 需要在流动资产上 所追加投资 而且注意 我们叫电制 隐含的意思就是 将来是要有回收的 也就是说 项目形成生产能力之后 我们要在流动资产上追加投资 换句话说 要电制这个营运资金 但是我们电制营运资金 在投资项目的整个经营期内 是能够循环周转使用的 一直等项目结束 终结点的时候呢 再收回 所以大家注意 这二者是对着的 别露相 也就是说 只要在初始现金流量当中 涉及这个营运资金电支了 那你就记着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在这个终结现金案当中呢 他就必须得有这个 收回电支的营运资金 这二者得是对应的 好 第三方面的就是 其他投资费用 比如说 与投资项目有关的 培训费啦 注册费啦等等 造成什么呢 原有固定资产的 变价收入 注意 这是唯一可能出现在 初始现金案当中的 现金流入量 而且它仅限于 固定资产的更新决策 好 接下来是营业现金流量 注意营业现金案的计算 几乎是每年考试必考的 这个公式 是大家务必要熟记的 那说到营业现金流量 通常指的就是 营业期内每年的 营业现金流量 净额 或者简称叫做 每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 下面来看一下 每年的营业现金要净额 应当怎么算 按照定义 它应该是营业期内 各年的现金流入量 减去该年的现金流出量的结果 那么 我们假设 不存在 应收账款 也就是 营业期内 各年的销售收入 都能在当年 全额拿到现金 好 那营业期内 各年的销售收入 就相当是 那个现金的流入量 相应的 营业期内 各年的 现金流出量 是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 不含 利息 费用的 负现成本 在这里呢 我们假设 也不存在 负现费用 什么意思呢 该年 需要动用现金 来支付的成本费用 就在 该年 以现金 支付完毕 所以说 这些负现成本 就构成了 该年的 现金流出量了 但同时也注意 这个负现成本 是不包括 利息在内的 大家知道 从属性上来看 利息 它其实也是 要负现的 对吧 你不得花钱 支付利息吗 但 为什么这个 负现成本里边 不含利息呢 别忘了 我们现在计算的是 每年的营业 现金 净流量 什么意思啊 只考虑 营业或者是 经营活动的 现金收入 现金支出 利息 是经营活动 产生的 现金支出吗 不是啊 利息 它是筹资活动 产生现金流出 对吧 借钱有利息吗 借钱是筹资活动 所以说 我们现在计算的是 每年的营业现金 流量进额 我们是不考虑 筹资影响的 所以说 这个负现成本 也仅限于 经营活动当中 需要用现金 来支付的成本费用 不包括利息在内 好 再来的就是 所得税 假设 当年所得税 也是在当年的 以现金支付完毕 这也是一项 现金流出量 好 由此我们得到的就是 每年的营业 现金化进额的 基本计算公司 销售收入 减去不含利息费用的 负现成本 再减锁得税 接下来 我们对公司呢 做个简单的变形 所谓的负现成本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全部的营业费用 当然还是不含利息 不含利息的 全部营业费用 减去不负现的 营业费用 剩下的不就是 负现成本了吗 那不负现的 营业费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个折旧 当然这个折旧 大家应该做广义理解 既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 也包括无形资产的摊销 泛指所有那些 不需要负现的 营业成本费用 好 不含利息的营业费用 去掉折旧之后 剩下就是什么 所谓的 不含利息的 负现成本 接下来 再做公式变形 大家尝试着 把这个括号打开 看看什么结果 好就变成了销售收入 减去不含利息营业费用 注意 付付为正了 这就是加折旧了 注意这是加折旧 好 后边再减去所得税 接下来 再把公式整理一下 销售收入 减去不含利息的营业费用 它就相当于什么呢 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前利润 好 然后 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前利润 再减去这个所得税 得到什么结果呀 就是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后净利 在它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这个折旧 得到的就是每年的营业现金流量金额 好 这是计算每年营业现金流量金额 最常用的公式之一 初学者这个地方特别容易错 注意 这是加折旧 可不是减折旧 初学者呢 往往有一位思维惯性 一看到折旧 就下意识的认为它是一种费用 既然它是费用 那它就是个减项 其实是受什么观念的影响呢 受利润计算观念的影响 大家知道 计算利润 它是收入减费用 所以折旧 做不下费用 在计算利润的时候呢 它是收入减项 换句话讲 如果前面是个收入 你这减折旧没问题 但是你看 这个公式 折旧前面是谁呀 俩字 净利 换句话说 前面已经是个利润了 已经是一个减完折旧之后的利润了 你再减个折旧 次不像了吧 那肯定不对 没逻辑 那净利加折旧 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有些财务观教材 把这个公式叫什么呢 叫做间接法 计算 营业 现金 净流量的方法 什么叫间接啊 意思就是 间接的把全责发生之下的税后净利调整成为收复实现之下的营业现金净流量 那怎么调呢 我们推理一下收复实现之下的营业现金净量和全责发生之下的税后净利润有何区别 咱前面假设了每年的销售收入都在当年收到现金 每年的付现成本跟所得税也都在当年的以现金支付完毕 那大家不难推理 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 我们按照全责发生制计算税后利润和按照收复实现制来计算营业现金净流量 二者之间其实就只差一个项目 差谁呀 没错就差这个折旧 折旧它是一项费用 在计算净利润的时候呢 要把它扣除掉 但折旧它不是不复现吗 所以说在计算营业现金净流量的时候呢 是不用减折旧的 它没花钱 这不就很清楚了吗 计算税后净利润 相比较于计算这个营业现金净流量 我们是多减了一个折旧 所以在税后净利润基础之上 把多减折旧给它加回来 这就是每年的营业现金流量净额了 再有考试时候 咱先说这个公式总考 但很多题目呢 没有一步到位 给出大家这个所谓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后净利是多少 而是什么呢 分项给出一个项目的销售收入 负现成本 以及该项目所涉及到的固定资产的原值和折旧政策 换句话说 你能自可算个折旧费 好 那大家还得把握住这个基本公式的展开式 其实也不复杂 看一下括号里边 销售收入减负现成本再减折旧 不就等于是销售收入减去了全部的不含利息的营业费用了吗 所以说括号里边计算结果就等于是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前利润 好括号里边的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前利润 你在城上一个一减锁的税率 那不就是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后净利润吗 然后再加回折旧 所以说最后一行公式 在考试当中用的可能更多 但其实它就是这个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后净利 加折旧的基本公式的展开形式 好 接下来的是终结现金流量 包括两项 一项咱下面已经强调过了 在初始现金流量当中 如果有电支营运资金的话 那么终结现金流量当中呢 就得有对应的收回电支营运资金 另外一项呢 其实仍然跟那个初始现金流是对应的 比如在初始现金流量当中 如果有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换句话说 你买设备了 那么等项目终结的时候 你不就得处置这个设备吗 所以说它会有什么呢 固定资产的残值收入 或者是变价收入 当然指的是扣除了 所要上缴的税金等支出之后的这个税后净收入 注意中阶现金流量 包括两份 一个是处置固定资产的残值 或者是变价净收入 造的就是收回当初电支的营运资金 另外还有一小细节大家注意一下 从图来看 中阶点 这个试点的位置 比较特殊 它不仅是中阶点 它其实也是什么呢 它也是经营期的最后一年呢 所以你记着 中阶点或者说项目寿命期的最后一年 它应该是 包括两份 现金流量当里面的 哪两份呢 一份是它作为经营期最后一年应当得到的营业现金流量 另外一份就是它作为终结点 所能获得的终结现金流量 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下 项目最后一年 它既是经营期的最后一年 同时它也是终结点 所以说 作为终结点 它应该获得一份终结现金流量 作为经营期的最后一年 它应该获得 另外一份 营业现金净流量 这点别忽略 好 我们来看个例子 假设M公司准备购入一条生产线 预计固定资产投资额是12万元 该资产的寿命期是5年 每年的折旧是2万元 注意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折旧呢 已经告诉大家了 但是考试时候 折旧往往是要求考生自己来算 当然并不复杂 考试通常考到的都是直线法 具体折旧 也就是那个年限平均法 好 预计残值收入是2万元 营养资金垫值3万元 项目开始时一次性投入 项目结束时一次性收回 投资当年开始生产 5年中 每年的销售收入8万元 每年的负现成本4万元 好 以及结合给出的公司的所得税率25% 你就能用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展开式去计算营业现金净流量了 对吧 好 接下来 根据这些资料 我们计算该项目预计的现金流量的情况 分散块 首先 初始现金流量 很明显 该项目是没有建设期的 对吧 我们假设这条生产线是什么呢 买入之后呢 可以直接用 所以说 在没有建设期的情况下 这个初始现金流量就只发生在零食脸上 对吧 我们用N4F0来表示这个项目的初始现金流量 一共是两笔 一笔是买设备要花的钱12万 一笔呢是电池的英语资金3万 一共的是15万 注意 这个负号 别丢 因为这是现金的净流出量 也就是表现为负的现金流量 好 接下来呢就是营业现金流量 好 未来第一年到第五年 每年年末的是党额发生 用那个展开式 收入 减去 负现成本 再减折旧 8万减4万减2万 得到的是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前净利 再乘上一减所得税25% 得到的是不考虑利息费用的税后净利润 再加回这个折旧 得到未来一到五年 每年年末等额获得的营业现金流量呢 是三万五千元 接下来是终结现金流量 注意 它发生在第五年末 但大家注意到了 我这加了一瓶 什么意思呢 告诉大家 这是第五年末获得的另外一笔现金流量 是多少呢 一个是回收固定资产的残值 两万元 一个是回收当初垫质的 优移资本三万元 一共的是五万元 那就说如果完整来看 本例第五年的现金净利量一共多少啊 应该是两份 一份是该年的营业现金净利量三万五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终结现金流量呢 五万 对吧 合在一起呢应当是八万五千元 这样才对 好 下面来看一个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投资项目初始现金流量的有哪些 A 项目的销售收入 B 项目的负现成本 很明显这二者呢 都是计算营业现金流量所需要的因素 它不属于初始现金流量的范畴 好 接下来固定资产的安装成本 建造成本 以及它的购入成本 很明显 这些都属于初始现金流量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C第一 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假设不存在利息费用 在考虑所得税影响的情况下 下列可用于计算营业现金净流量的算式中 正确的有哪些 A 税后净利加折旧 正确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基本的算式 B 营业收入减负现成本减所得税 正确 这就是按定义现金流入减现金流出 来计算营业现金净量的方法 C 营业收入减负现成本 乘上一减税率再加折旧 这就不正确了吧 如果这再有一个减折旧 这个公式就对了 相当是那个税后净利加折旧的展开式 也就是营业收入减负现成本再减折旧 税减经历对吧 乘上一减税率 税后经历再加折旧 没问题 D 营业收入减负现成本减折旧 乘上一减税率 减折旧不对 咱下面强调过应该是加折旧 加回折旧 是这个含义对吧 1 营业收入减负现成本 乘上一减税率 也不正确对吧 应该怎么样呢 这再减个折旧 后边这再加个折旧 这才正确对吧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A和B